很多朋友会问说 为什么叫做痛苦歌王 其实在那个年代 歌王有很多头衔的歌王 吉士歌王 张帝先生 痛苦歌王 孙景先生 鬼马歌王 林峰先生 抒情歌王 于天先生 一寸歌王 倪斌先生 后面有歌王一大堆 不同特色的歌王 对对对 因为好像必须要有一点 让人家能记住你 像有人说一寸歌王 我们干嘛 我们就很怀疑他 到底哪一寸 不是 这还有一个典故 以前胡瓜 第一次出来主持的时候 介绍一寸歌王 倪斌 他介绍错 一寸先生 倪斌歌王 本来唱歌都是拿 杨小平照片 杨小平我 你记得记得这个 所以演艺圈 那个年代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特色 对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个秘密 我现在就把这事情 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把它说出来 对 其实我们孙景大哥 在今天这场表演完之后呢 他就要离开台湾 等于说他这次 等于是一个告别的演唱 对 因为老唱啊 也觉得气也不够了 不会 很辛苦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 该安养天年嘛 对吧 有的时候也该给我们 贺大哥一些机会 对不对 所以以后贺大哥就会唱我的歌 没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 不是 其实讲到这里 我心里面倒是有点难过 因为 怎么会呢 这就是人事 不是 大哥 抱一下 其实这就是很自然的规律 老了就该退 我觉得我退了好几次 有的时候又想过过瘾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退休是最难过的事情 像我觉得 我退了这次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说实话 现在要让这些年轻人们 出来唱 大家唱的又比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条件很好 麦克风也好 我们那个年代 真的没有什么好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 当看我们的后期之秀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觉得前浪真的应该被拍掉 我觉得 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没有什么好的 我想我今天跟淑妹两个人 就是深深一级功 谢谢我们孙晴大哥 谢谢 不客气 不要三级功 三级功真的 一级功 那我们真的希望您退而不休啊 如果真的想唱歌再回来好吗 不敢了 不敢了 不能老唱了 真的气也不够了 真的 实话讲 做小老弟的 您从一出道就提醒我到现在 那么您要离开歌坛 我想我也应该送个东西 表达我的一个敬意 谢谢 微博心意 聊表敬意 这是 这个您回去之后呢 在大连 谢谢 客伯为什么要送板凳 你为什么要送个小板凳 对啊 因为 时候您的 看天的日子比较多一点 你就好好的在大连发呆吧 就是公园生活 哥哥 这个是 看起来是玩笑 可是我是一个心意 谢谢 就是因为您在公园里面 随时可以拿着它 到哪里都可以坐着 这个心意真的很好 对 心意很好 其实他跟我也不是差那么多岁 对 没事 我活久了 我一定等到你 你放心 他也送一个给你 好 那么今天在这样的切分之下 其实很感伤 可是又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孙大哥来这边 我想留给大家 最后的就是永恒的回忆 来 好 感谢观看 今宵有别人意 知今三个世纪 难生又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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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不住何年之一 相知有别人 谁永远 让你去 我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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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回忆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首歌曲也结束我们 初心大哥在歌坛 最后的一首歌 也希望下礼拜同时间 收藏我们的台湾抽华奖 谢谢孙大哥 谢谢 欢迎订阅 我永远的回忆 我永远 我永远 永远 永远 航弁 我永远 现在 我愛你 自己